好 再看的是高雄市的后进国小 他们的足球队多得了全国双料冠军 即将可以代表台湾到匈牙利比赛 不过呢 却没有经费 所以小朋友决定自立救济 现在在夜市叫卖手工饼干 希望抽到经费 就像八点党的剧情 小朋友在夜市忙着叫卖 他们不是为家里的生计在赚钱 而是为了议员出国比赛 为国争光的梦 我们想出国 因为我们经费不足 就是在募款 募不够怎么办 就不能去了 小朋友们意卖的东西很多 他们还要利用练球结束的时间 忙着制作手工饼干 获得全国少年杯 11 13岁双料冠军的后进国小足球队 即将代表台湾到匈牙利比赛 教育局补助八十万 提委会二十二万四千元 以及其他赞助全部加一加 他们的出国旅费还是不够 小朋友的热血和努力也感动了不少人 其实这已经是后进国小第二次为了出国比赛 走上街头易卖筹经费 看着世界杯即将登场 全球未知着迷 其实台湾的足球基层实力相当坚强 但是似乎一直都没有受到上层的重视 也因此我们的足球实力 赢在起跑点 却总是在最后冲刺时输掉了名次 看来相关单位应该要重视台湾的体育发展 明镜六几雄李月华高雄市报道